距離中秋節還有好長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很多婆婆媽媽 就開始很辛苦要搶中秋節的蛋黃酥 相當有名的陳耀遜蛋黃酥 你看到照片裡面 相當的誘人 剖開之後 光是黃色的部分 就讓人家垂涎欲滴 那他從去年開始 因為他太熱門了 他要杜絕實體排隊裡面的黃牛 也要杜絕網路上面的黃牛 但是他就是說 我就是賣蛋黃酥的 我不會寫程式 不會寫軟體 怎麼辦呢 我只要比照演唱會 大概全世界只有台灣賣糕餅的時候 要動用到演唱會的售票系統 所以他用的是拓圓售票系統 他下訂單的整個format 整個格式 比如說演出時間 場次名稱 場地購買狀況 哪一個場次 蛋黃酥 紅土蛋黃酥等等 然後立刻訂購 可是網友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他們到這些訂票系統 又或者是在網路上面點的時候 時間一到的時候 一點進去 不到一分鐘 短短幾秒 不管哪一組 全部都訂購一工 這代表什麼呢 一定有黃牛在搶 但是這個陳耀迅也出來喊約 是跟大家道歉說 這個我真的是已經盡力了 很多人跟他講說 這個你到拓圓園上面 就有很多黃牛 他說我也沒辦法 很多人看他轉了15秒之後 就跳出來說已經賣完了 15秒 那轉不是說他等15秒 其實大概一到一分鐘就已經買不到了 但是可能更短 有人講說搞不好那個時間之前就已經賣完了 非常非常吊詭的事情 那沒有想到去年他在網路上賣到最高的價格是5000塊 今年更離譜了 已經賣到了8000塊 一盒8000塊 一盒8000塊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售出了 已經賣掉了 所以有人用8000塊買一盒 他原本一盒大概是800塊 800塊錢而已 所以翻了10 800變8000 十倍 相當驚人 那網路上的人聊天po出來說 我剛剛上網的牆 他是12點30分 因為他是12點半開 他就跟朋友聊天 秒殺好恐怖 他就說他做了一個圖 他說這麼硬 那比較吊詭的是 因為他是用演唱會的售票系統 所以如果我買到要跟人家交換 我要讓其他人賣 要在哪邊交換 難道是演唱會的換票粉專嗎 還真的是 就是換票的粉絲團裡面去換說 我拿到了五盒不拆售一千塊 等於說他一萬塊 等於說他一盒賣兩千塊 兩千塊好像是蠻常看到的一個價格 還有人說你要哪一個日期 奇怪不是都是蛋黃書嗎 他說你要哪一個場次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代購費 不是都一樣嗎 我知道取貨時間不一樣 跟取貨時間不一樣 但是他到底在哪裡紅 我聽了也蠻絕對不可思議 他用日本九州的熊本的這個麵粉 他的奶油是用丹麥冠軍的奶油 吃起來不油膩 然後這包括外面這一層酥皮 他還用法式的料理方式做這個酥皮 所以他不是那個一層一層一層 他是大概幾層 而且比較綿密一點 中間紅豆酥 鹹蛋黃 鹹蛋黃還是22天紅土醃漬 然後再噴上了高粱酒 光是聽這些文字 都已經快要吃飽了 那不可思議 當然還有其他家 也是跟他一樣有得拚的 到底還有哪些家 我們休息一下 別走開 馬上回來 好 蛋黃書是沒想到 以前都吃得到 很容易吃得到好吃的 但是現在居然要排隊 包括陳耀迅 包括法棚的蛋黃書 包括博二坊 大家都排 然後甚至網友都在比對 去幫他們量 大概幾乘一幾 高寬多少 70克一顆 那法棚的話是60克一顆 那這個是50 不二坊是50克 然後價錢多少 一盒有多少錢等等 做各種比較 綿漢 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蛋黃書 剛剛又都在講的時候 我在想說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 真的那天衝我去搶 一下子一分鐘都沒有了 還拍桌生氣 我說你在搶什麼 我看臉書一片哀嚎 對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嗎 在今天 就是在那一天搶購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 而且還那麼貴 一盒八百 他說什麼八百 馬上就有人兩千五 多少錢就賣出去 你看他那個還有一萬的 還有剛剛講八千的 不過 一萬是五入 對 一萬是五盒 所以一盒是兩千 但是剛剛又都講說 還有八千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是這樣 因為他過往他得過那個冠軍 所以大家就會去朝聖 那吃過的人 很多人都評價很好吃 那我是比較怕這種高熱量的東西 我是沒有很愛 但是愛的人 他第一個他可能想要說 大家都搶我就去 第二個就是 他以往過往在店門口排隊的時候 他發生過很多排隊的糾紛 所以他才想說 那我是專心做蛋黃書 而且他店面是在一個巷子裡面 對 就是說他曾經發生過 當然要理解 他不是故意要這樣的 但是那個時候也有人買了以後 我排隊買了以後又是上網賣都會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